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年8月台湾建立了第一座警犬与搜救犬的合并基地 规划了警销办公厅社 搜救犬社与警犬社 除了犬肢肩外 还有专用卫浴间 健身房 食膳房等设备 设置跑步机 平衡板来模拟震灾时凹凸不平的地形 训练犬肢的体能 为了培养彼此默契 领犬员几乎是24小时都待在训练基地 而搜救犬的训练内容除了指令服从 状况模拟之外 也会到室外与人亲近 加强犬肢的社会化 要成为一只合格的搜救犬呢 我们训练的内容会有三大方面 就是有在于敏捷 他的身体肢体的活力 还有动能的载线上 然后再来就是服从 最后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搜索 实际就在上他的搜索能力 这三大项 真正在国际IRO认证的考试上面呢 考试通过要达到70分的合格标准 当下的考试我们才算是通过的 对我来讲 他们是一个就像小孩一样非常甜蜜的负担 因为带了小狗之后 其实我们跟一般消防队人不太一样 我们还有个挂念会在 可能在犬色 但是其实我们还是会想要把他一起带回去过我们的生活 毕竟他们平常上班就是在那个地方 那我们还是会希望说他是会有家庭生活 台湾的搜救犬从无到有 他们过着与宠物犬截然不同的生活 严格控管饮食 做习 并且持续训练 保持最佳状态 就为了在关键时刻拯救生命 老街新一流津桃源的多个区域 过去因为工业废水污染 很长一段时间上头是加盖的 直到民国一百年掀盖后 大家才重新看到它的风貌 并透过河川教育中心的成立进行环境教育 老街西河川教育中心坐落于老街西畔 由原有的两栋客家古厕改建而成 入口处有四座时光隧道溜滑梯 供来访的小朋友游玩 那四个溜滑梯我们代表的是什么 是一个时光隧道 10万岁的话 原本在上面的话是很繁华 屁股一下 恢复到我们很早以前的中立老街西 老街西在中立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河流 全长36.7公里 从龙潭经平正过中立到大园出台湾海峡 在780年代经济起飞时 老街西曾经历加盖工程 后因种种原因于一百年 由桃园地方政府执行老街西掀盖工程 老街西掀盖 它就是把这个水泥部分拆掉 拆掉部分就是我们可以说是黄地鱼河 或者是黄河鱼泥 用这种想法让我们可以再亲近这个河川 如今的河川教育中心 除了推广环境与河川的教育外 也是附近居民们运动休憩的好地方